您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培训是挺严格的 我们很想说我们到北京有领馆他们支持 跟当地欧洲委跟北京市协办的支持 我们要住清华大学的宿舍 我们住清华大学 我们在当地住清华当天见到很多朋友 特别有时候很多都是从海外去帮基因节的 当时有从澳大利亚回来的 有从以色列回来的 有些从基加坡回来的 他们都很高兴 他们都很有幸能够帮基因节 我们高兴族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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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都很有幸 我都很自豪 因为这是中国八年一元的机位 能够这个梦想能够成真 能够帮奥运 其实我们今次来说 对我们的基因节 不是一个运动员的欧能派之位 其实这个基因节的欧能派之位 为什么怎么说呢 在北京有170万的基因节 170万的基因节 在场馆 欧运场馆有4万个基因节 你看看节目多元 不是不单对于运动员来说 对于我们基因节来说 都是一个很难的机位 我们节目多元都在一起 这个机位是非常难能好贵的 跟我们 到基因节之中呢 是欧洲人都很救护我们 我们每人发三个提示 三个提示 另外呢是裤子 两个裤子 还有呢三个提示 欧洲人发的 袜子三对 另外一箱鞋 另外有个帽子 跟这个帽子 跟这个j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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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搭一搭 HT也搭一搭 搭一搭 帽子 还有一个背囊 这个是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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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欧洲的裤子 从Tjacket 这个温度上 跟附 跟鞋 大概是三千多人民币的这个jacket 所以我觉得是 这个作为我纪念 都是感觉这个历史的jacket 在里面就是说 将来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全给儿子 孙子 哈哈 作为一个简馆 或者是将来是 可能有机会 可能 将来可能 想来个欧运的多多简馆 我还能够把这些东西捐出去 给他们 作为简馆部分 因为这个 对我来说意义很深 所以 有人说 因为 因为在欧运全馆 有些买的东西 这个是衣服的 我们不卖 我说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够 我有纪念的价值 所以觉得 这些东西对了 所以一升级的东西 就有几年价值的东西 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这个白质的问题 就是有历史的意义 跟网友呢 我们季人节呢 是有些圈圈 一些圈圈是什么意思 是说 我们每做多少小时 就画个圈圈 比如说 我们 秋过五十个小时 就有黑色的圈 这些圈 就一八十个小时 越南这个圈 那这些圈呢 代表我们服务的 时间多少 另外呢 更容易的是 其中一个圈圈 是 北京有个 欧洲的领导给我的 是他 来探望我们 志云姐 他当中送了给我们 好 那么 刚才来说呢 我觉得 吉云姐来说呢 是 这个 这个 开念非常好 大陪在中国来说呢 吉云姐这个 开念是 非常新 非常新 在 在 再大陆来说呢 在基云姐来说 基本上都是 比较普及 意思是说 我说 在 学校 在中学 在中学 如果你没有当 七五四十个小时的 基云姐呢 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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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神佛节 不给你听书 在中学 在多云多中学里面 每一个学生 一定要当 七五四十个小时的 基云姐 才能够 拿背听书 啊 所以呢 基云姐的开念 在多云多来说呢 是应该很 每个人都知道的 但是从中国来说呢 相对来说 他们的开念 相对来说 非常新 啊 但是我发现 这个 基云姐在 啊 啊 啊 中国来说 办得非常好 非常就是 根据来说 给我的感觉非常适合 因为呢 根据来说 我们 我在水利方工作 啊 那么我介绍水利方 大概有些背景给大家 水利方是 啊 啊 啊 明天是 啊 国家游泳的中心啊 啊 游泳中心啊 游泳中心啊 他是啊 按照中国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为什么这个水利方呢 是 其实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大概没有发过 鸟桥是圆的 呃 水利方是方的 是用这个概念来做的 水利方 它本身有大概是 呃 呃 他的帕帕 用佛削 是要用 你又削 一般佛打佛 就削不得到他的 要七八多 摄射到 底下 才能削起他 在帕帕上面 它是不是硬的 圆的 那有开定的时候 这个水利方 帕帕是 是很硬的 是 是很硬的 不是很圆的 这些东西 能够一个切 跟我来说 没问题 能成这个 普通的西洋切的重量 另外他们 水利方是 它用太阳能的 百分之七十 都是用太阳能 所以它灯光很简单 不用了 就用电来灯光 它是透明 它现在非常好 另外它雨水 它水是 百分之七十八十 就从雨水 鲨鱼方面 来塑造起来的 另外他们这个 这个消毒 不是用一般 硬性来消毒 它是用 一个物性碳 一个是臭氧 来消毒 所以它水 发现这个 混动员 表现得良好 因为它水 对眼睛的影响 不是跟 传统那么厉害 那么所以 整个切记 是非常胖 它有 一万七千个座位 一万七千个 七千个 七千个 是给观众的 奥运期之后 它会把它擦掉 一万个 整个几千个人 作为娱乐技师 游泳 或者水上 乐园之类的 那么 我们 我们 在基运节 来说 原来我想 去基运节 我都很轻松 我觉得 哎呀 基运的工作很简单 我都是加大 当基运节 都二十多年了 都没有什么东西 原来看 但不是这样开业的 非常非常严格 我们当基运节 之前 用培训一个星期 因为在这边呢 说我做节目 多年基运节 没人说 有培训一个星期 最多一天两天 最多半天 没有这么久 有培训一个星期的 他们给了两本书给我们 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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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本书呢 一本是英语的 咱们讲英语啊 这些水泽放的名次 什么情况 因为 我好在我的英语记录完一点点 所以这个 我就不用念这本书了 另一本书呢 是关于水泽放 方方面面的介绍 水泽放 这个 里面 有什么 facility 什么的设施啊 水泽放里面 能够坐多少人啊 很多关水泽放 材料在里面 那么我们要背 又好使 我们要 念之后 这个信息之后 他要给个test 给你 有问题 有四十个问题 你要改达这些问题 才能想工的 那么 我们想工 每天时间都是 相当是比较长 我们每天都是有 大概四个小时 10 hours 以上的 我们分A班 B班 A班是下午的 或是B班下午的 我们下午 B班呢 大概是一点半 又报到 一两半 报到 所以我们大概十二点多 又出门 去水泽放 因为 交通管系 所以有些地方 又提钱 又到 那么每次报到 是现场观众服务 英文是 spectacular host 现场观众服务 spectacular host 我们是做什么工作 什么干位呢 我们 这个干位是 每个基因者都是 每天都不同干位的 每天做工作不同 我们从 这个信息庭 Information Desk 信息庭 解答观众问题 因为每天 有好几千观众过来 从西加国际 包括 美国 马来西亚 全世界都 观众过来 他很多问题 关于水泽放的 他比如说 水泽放 有多少座位 面子有多大 今天菜市 什么菜市 是挑水 是游泳 游泳是哪个 国家的游泳 我就是拿到北菜 什么时候开始 他比如说 卫星菜在哪里 我作为在哪里 他问很多问题 我们作为现场观众 都要改答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改答是很严格的 我们不能说不知道 教授你不知道 那么说 我不知道 不行的 我们就想攻击前 他比如说 你们这次不知道 都用另一个 比较好的答案 他说 我的 主管 能够改答的问题 更好一点 或者说 我旁边的座里 能够更强 就能改答 你不是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行的 我就说 请你对前面 问问这个 基隆姐 他能带你去 之类的 另外呢 我们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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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带来 观众去 他的座位 那么呢 我们 今天 一谈 是因为 他们 对这个 disabled 某将来的 这个 这个观众是特别 有位的 因为有些 坐轮椅的 坐轮椅的 他们是 特别照顾他们 是 给他 一个位置 比如说你 你挑水 或者游泳的 你这个 买票买得很厚 他会安排你 坐得 比较前的位置 比较前的位置 好 但是呢 一般来说的 你不能带 自己的轮椅去 又问 因为为什么呢 他 在欧运来说呢 他们要赞助商的 他不能给 非赞助商的 这个标志 能够显示在 在 欧运场上 比如说 你这个 这个 这个轮椅是 什么国家做的 比如说 什么牌子的 这些牌子不能显示的 所以 你要把这个 标签 要快上去 或者外个标 因为 欧运他们 有赞助商 还有的 要求是说 非赞助商的东西 不能在 场馆 写得出来 哪个地方 我们人的东西 比如说 雪碧 是 他们赞助商 其他就不能带进去 所以我们 就有严格的要求 所以 我们常用这个 训绩庭 这个 人灵的工作 我们玩 复杂 维持 他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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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场馆里边 因为游泳 跟 特别是 挑水 不能用闪光灯 闪光灯 是 影响 运动员的表现 表现的 所以他们表现很 很影响的 因为 我前 不单是游泳 或者挑水 其他都是 一样 所以我们 不允许 观众 用闪光灯 所以我们 也 宣言他们 我们跟他们 提前打枪 说 佛也能拍照 但是最后 不能用闪光灯 另外呢 他们 喊好猴后 比如说 加油 之类的 因为 欧洲委会定 不能为某一个国家 说 加油 比如说 中国加油 加油 萨拉大加油 所以我们又 提前说 他不能 喊好猴后 是 但是他们 国家很聪明的 他们虽然说 不能为 毛欧巴加油 但是他分开 喊 所以你们 发现在 在电视报告 是吧 中国加油 中国加油 或者萨拉大加油 因为 他不会用水 一举来来 喊 但是你会分开 所以你们发现 很奇怪 中国加油 他们说的是 分开来说的 因为 不允许 一起来喊 因为 欧洲委是有 规定 不能为 某个国家来 说加油 但是他们 通常说分开来 就没有违反 规矩 另外 他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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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 这个旗号 能不能 有标准的 能不能 切过某个标准 所以我们 现场观众都需要 劳一些东西 另外呢 现场都有些保安员 有些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 叫保安员 另外呢 我们最 头痛的问题 最 是 是 我们很认为 北差 是从 他们 北差 远 到 沙强 北差 我们 试过有一期是半个小时时间 又清墙 半个小时 又 七千多人 又半个小时 又离开 结果不容易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墙管 他 可以 提前两个小时 到 北差两个小时前 就可以 尽强的 因为很多时候 有些 交通关系 交通其他关系 有些 有些 也有 有票 所以他提前两个小时 但是呢 他们 北差 通常时间 比如说 我们是个 经常来说 六点半 每天马上六点半 要北差 但是他中午北差 都三点半 到四点钟 才接触 所以中间有半个小时 所以我们很 非常紧张 因为我们 要 全部 所有观众离开 又要新的观众过来 所以我们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就是 动用很多人力 去 在半个小时期 也把这些 全国经常 这个对我们 一个条件 但是 同学们 这个基因全部 都做得很好 那么所以 另外我们 有机会 在 全国经常 见到很多 朋友啊 名人啊 国家元首啊 包括我们 是 招待这个 我叫 Divion Everson 他来过 全国男士 另外 很多 Boss Buket 中国很多人 都过来 为观众人 打气 那么 基本上呢 这个我们 这个水泥方分两块 一个是游泳的 一个是跳水的 不能同时 进行 那么但是来说呢 这个 这个 虽然放了我们空调做得很好 虽然多 但是我们一点 不感觉很慢 也就感觉 另外 另外来说呢 就是 我们 每天 想法大概是 一点半到 晚上 十点半到 十一点 都我们离开场馆 都大概是一点多 跟 虽然 每天都是解钥匙 就虽然 有点累 但是我们都感觉很开心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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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的 因为 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表演 这么多运动员 好 跟 另外呢 是 我们是 有个 一个的 收获是 我们 这个 在 水泥方做经营检 发现有些 我们站在 有些团体 那个 朋友的名字 跟 捐款的名字在 因为 这水泥方的捐钱 相远 因为水泥方有空墙 透明的暴力墙 这个暴力墙 而是 把有些全世界捐款 赵奉献的钱 的人都 民进方案里面 我看到 扎带很多人 我有机会 看解钩墙 扎带是 其中 两三个最多人 捐款的 这个墙 因为他们分分地去嘛 扎带 美国 香港 跟其他地方 除了 香港 香港 跟中美洲之外 有些东西 香港 香港 南架 香港 南架 中美洲之外 都在那边 另外 我很容易发现 我的名字都在那边 另外 这个 偏后蛮好的 7,8,3,2 那偏后是7,8,3,5 另外有其他 看到这个 Kentem 他民进的很多 都有些东西 都在那边 那么 我 经过这个 基因解这个 想法之后 是 发现 这个 基因解精神 是非常 难能好贵的 也就是非常 甚至这个精神 所以呢 我回来之后 就有个想法是 就是 希望 能够把这个 精神 延伸下去 不是欧元 接触就没了 我希望延伸下去 另外呢 我希望 把这些精神呢 在中国大陆朋友呢 把精神 把这些同学 延伸到 一般的学区 不单是 带人的菜市 不带人的 舞动 一般学校的变 其他方面 因为我觉得 这些人类 沟通一个很好的 头巾 就是中庄基因解 因为每天 我们见的朋友挺多的 那么 所以呢 我回来之后呢 就有想法 就建立一个 家中 这个基因解的组织 将来 我想法是 希望邀请 一些 中国基因解的组织 来 再来访问 了解 炸弹基因解怎么做的 另外呢 我们 都是 希望 炸弹基因解 都能 去中国了解 因为 我觉得 中国基因解来说呢 他们做事 非常严谨 这个挑选方面 这时候非常高的 跟我们炸弹有些不同 另外 他们的鼓励的很好 因为每天呢 我们在基因解 工作之前 我们一个 国语是 想钢之前 我们都有个 想钢之前 都有个 beving 站部位 今天你们留意什么东西 比如说今天 鲨鱼啊 你们小心一点 因为 这个鲨鱼 会发鱼衣 接着发给大人 另外小孩 路人家 东餐委讲的 那些东西 没有留意东西 所以 马上了 到马上之后呢 我们作为公司 我们要检讨 我们要检讨 为review 要检讨 检讨今天 发生什么情况 什么地方 和改善的地方 什么会做得更好的地方 另外最重要的 我们要鼓励的 我们要鼓励 每天呢 谁做得好的 他给我们一个 泡泡币 泡泡币 就是说 一些代币 一些token 这些泡泡币呢 谁做得好的 就鼓励他们 比如说 有100个泡泡币 可以开欧运的美菜 他没有免费票给你去看欧运的美菜 或者是5万岁的东西 所以 我们做得很络艺 很精神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做得好一点 拿了拿泡泡币 其实鼓励精度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泡泡币方面 没有他们做的鼓励方法做得好 不当于泡泡币 都有他做得好的情况 是因为泡泡币 做移工历史比较强 比较强 他有做到很强的历史 History很久 在泡泡这个移工的情况 所以我们无相交流 无相去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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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那么所以 断言我们都有 将来有 民馆多支持我们在这方面交流 另外有希望民馆多给我们意见 那么 我说到的 因为长得太强了 但是我 心里把时间 给我们庄园领事 设计之外 谢谢 我今天很荣幸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多伦多总领馆的委派 来参加陆炳雄先生倡导的家中志愿者协会成立 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 大家都知道 这次 在中国北京以及几个奥运场馆 比如说香港 青岛 这些赛区 有一百多万人的自愿者在服务 海外的自愿者也所有的海外的这些华侨华人朋友的这些自愿者 都是我们这支队伍里头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他们在海外的这支志愿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队伍 因为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跟当地社会的接洽 在海外的游戏上 了解一些很深入当地的这个情况的这么一些独特的优势 来为奥运会服务 不仅为每个国家的球队服务 而且为整个大的奥运会服务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刚才正像这个陆先生所介绍的那样 他确实往这边走了过来 去了一二十天 这个还瘦了不少 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自愿者们付出了精心的努力 我们希望他所倡导的这种精神将来还要为中家两国的友好 多做一些自愿者的工作 多做一些自愿者的服务 这个他刚才介绍的自愿者的服务这个概念比较新 其实自愿者很早以来这种自愿的服务很早以来就有 只不过是这种称呼没有这么叫而已 我们知道这个以前的奥运会 各种中国的体育赛事国际会议等等 都少不了这些自愿者的服务 这些服务是很重要的 刚才有的朋友也问过我 我想监后的自愿者服务 还可以从各种门科 各种门类的这个特殊的服务 有一些方面是要求高尖端的 有一些只是需要一些体力的服务 所以呢 方方面面加起来再加以细化 能够形成一个自愿者服务一个庞大的队伍 我相信这个陆会长这次提出来的这种 为奥运服务的这种自愿者的服务精神 能够在中加两国 为中加友好 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方面 都发挥出光和热 我希望这方面的服务 可以讲讲这次奥运服务 海外自愿者的感觉 这次海外自愿者 这个 形成这么一个大的规模 进去 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以前也有过 比如说亚运会期间 别的运动会 很多国际会议 海外都有很多人进去帮忙 那就是有一些规模 总体来说还是小得多 没有像这次奥运会 世界性的组织 各个国家的华侨华人 去国内为奥运充当自愿者的服务 这个 我们从电视上看到 也已经做了这方面的报道 就是海外的这些自愿者 包括国内的自愿者 对这一次奥运会的服务 可以说是不打折扣的 各个方面是做了很大的努力 组委会对这些人要求非常严格 首先进行了一个多礼拜的训练 还有每天起早贪黑 他们都得自己做交通工具 到服务的场所去 做好他们自己一份的工作 服务者给这一次奥运会的服务 得到的各个方面的赞扬和表彰 这个东西通过我们这一次的办奥运 这些很多很有创意的 很热心奉献于奥运服务的这些自愿者们 做了很多出色的尝试 我们希望说今后这样的一些活动 还能够继续下去 还能够通过分门别类 分成各种场次跟需要 这种特点的需求 来增加这种自愿者的服务 大家看到北京奥运 其实是国家之间的交流 印度人之间的交流 现在都有自愿者的交流 这是国际的交流 这是区域怎么看法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趋向 因为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的人 每个人都有每个方面 都有一些自己闪亮的一点 比如说语言方面 对当地的这个这个国家的这个运动员 或者是一些特色的运动 有独特的一些理解 他们能发挥出自己独特的 一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服务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这次你去中国自愿者的国家 其实这次我很荣幸有机会去北京 在奥运期间在瑞纳坊做志愿者 那今次来讲我做志愿者的感受 是比较都挺深刻的 就是说呢 北京在奥运这段时间的变化都很大 是从下飞机呢 就我在三号机场下飞机 那其实三号机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机场 那那个设施是很完备 我们要搭那些是shuttle 那些是轻铁 才去到奥运的地方 那整个北京三号机场来讲呢 如果要走呢 去奥运行李呢 如果没有搭那些轻铁呢 都可能要半公里到一公里到的 那拿了飞机之后呢 感觉空气是非常之良好 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了的 那虽然我下飞机那天呢 虽然不是有太阳 但是呢 空气呼吸方面都感受非常之良好 那另外呢 交通方面呢 都是很畅顺 那可能因为它是 实施双单号的缘故 那都没有说塞车的现象 那另外他们呢 就开了奥运通道 那是给有些奥运的 专门的车辆通行的 那这次来讲呢 我是很荣幸呢 有机会在水立方作为一个义工 那在水立方呢 是加拿大的代表呢 就不是很多 那就是 暂时来讲 是我一个唯一的代表 在水立方做事 那这次来讲 我们除了我之外 还有几位志愿者 在多伦多去北京做事的 那其中 有一位就在奥运村做事 一个就在理工大学的场馆做事的 那我觉得这次来讲呢 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这次我在水立方做事呢 就认识很多朋友 还有海外世界各地的朋友 和呢 一班在青岸大学 和在对外经贸大学 和海港大学的同学 那这班年轻人里面呢 虽然是年轻 经验上是浅 但是呢 他们在做事很认真 和很有干净的 那令到我心境都 是年轻了很多 那另外来讲呢 我们是在水立方做事的时候呢 所以每日都有机会接触 是不同的世界上的元首 例如布殊啊 Bill Gates啊 就是丐茨的总裁啊 陆克文 就是澳洲总理陆克文 那菲律宾总理啊 那 那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的外长呢 David Emerson 都见到他们来来看比赛 和呢 为他们国家的运动员 就是做啦啦隊 和呢 就是鼓励他们的士气的 那 我在 鼓励班做事呢 我们的 呃 虽然是义工的 但是都是他们很认真 我之前我们有一个星期的培训 有两本手冊要学的 那一本是英语方面 那英语方面因为我有基础 所以就是 这方面就可能会 有少少优势 那但是呢 我们对长官的运作 都是很熟悉的 那今次来讲呢 我们都是 是在奥运期间呢 都是学到很多东西 例如知道他们的组织 怎样去组织那个自愿者工作啊 自愿者留意的地方啊 各方面的东西 那都是感受良多 那今次来讲呢 我们是 是是 有机会是 参加自愿者工作呢 那我希望呢 今次我希望成立一个 是 家中的自愿者协会呢 是将来呢 作为一个平台呢 是 方便两边的自愿者的交流 义工的交流 因为觉得呢 希望呢 义工的工作 或者自愿者工作 不会因为奥运 将会结束呢 而消失 而是呢 将精神呢 延伸下去的 那所以呢 我希望呢 就是能够呢 藉着这个协会呢 将来邀请 国内有些自愿者的组织 来中国 从中国来加拿大访问 同时间呢 希望呢 加拿大的自愿者的组织呢 是到中国访问 作为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的 那我们就是希望 今次来讲 中国 在奥运方面呢 那我们打见到一个成绩是不错啦 破了纪录啦 那希望呢 将奥运精神呢 将来延伸下去 那希望祝愿呢 就奥运呢 是一个圆满的结束 谢谢 谢谢